今天做了好多馄饨 给我们全家吃一周了 看一下我怎么包的吧 这次我们多做点 除了当晚饭吃 还可以存起来 我们先把面团活起来 我这个用量是很多的 如果做不了这么多 也可以点少用量 我这里面放1000克的面粉 两小勺的盐 我们把干料混合一下 加入我们的水 以刺劲加碗 然后用我们的搅拌勾 把水跟面粉混成比较大的面絮 这就可以了 我们上厨师机 现在做面时 真的是离不该厨师机 有了厨师机以后 省了很多力气 把它拉起来 打开搅拌 现在已经形成比较大的面团了 而且还有一些干面粉 我们让它继续搅 做馄饨的话 你的面团已经要比 平时做饺子要稍微干一点 因为馄饨皮要压到很薄 面团太软了 它后面压薄的时候就很黏 压不成型的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面团呢 会做的比较硬一点 搅了大概一分多钟 现在所有的干粉都已经被揉成面团了 你可以看得出来 厨师机有些吃力没有 特别是它压到那个面团的时候 它就有点吃力了 这时候呢 我们把它平下来 揉面揉到这里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醒一下 把我们在我们的案板上面 给它团一下 拿一个袋子 把它装到里面 把它口子给合起来 放在案板上 我们让它醒 现在我们准备一个馅料 刚好从菜底里面 扎了一个结瓜 我今天就用猪肉 跟结瓜做一个馅 结瓜长得有点丑啊 皮给削了 每次我用这个削皮的 都有人问哪里买的 这个东西我用了七八年了 用完了放在洗碗机里面直接洗 不锈钢的 而且它锋利度 我用了好多年 它锋利度都不减 实际上特别的好 你要是打进去嘛 我放到链接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很便宜的 这时候买的时候十块钱 结瓜比冬瓜的质感要密一些 它煮了以后不会软啪啪的 它是有一些厚实的口感 这个时候佛州的天气还是挺热的 吃结瓜 清凉结束 结瓜跟猪肉是非常搭的 把它再分成四分之一 瓜给去掉 今天我这个馅不放豆腐了 我都放点节瓜 我们用包丝的 这点包一下 就不用手切了 新鲜的节瓜 它的汁水是很足的 哎呀 包丝这个也挺非手的呀 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 一整个节瓜都已经跑跑丝了 你看都是水 这个还是节瓜呢 还不是冬瓜 冬瓜的话水更加多 为了更多的汁水出来 我们往里面撒点盐 加到稍微有点咸度就可以了 我们把盐跟节瓜丝 再混合一下 今天肉比较多 我们就用绞肉机来绞肉了 猪肩膀上的肉 还有肥瘦相间 如果你用其他的肉也是可以的 这部分的肉呢比较嫩一些 我们把它切成小一点的块 绞起来方便一些 看一下能不能绞得动啊 它有肉类是上限 就最好不要超过这个线 然后把它启动 开始 嚼起来还不错的啊 很快的 这个肉出来啊 还是有颗粒感的 我觉得还真的不错 今天我们用厨师机来拌馅 因为馅比较多嘛 拌馅之前呢 先把我们的节瓜 蒸水给挤出来 尽量的挤干一点 挤好的节瓜呢 就放在旁边一个碟子当代用 挤出来好多汁水 那就尽量把它挤得干一点啊 尽量把汁水给挤出来 一个节瓜里面的汁水这么多 好了我们现在拌馅 拌馅的搅拌头 我用这个 加点糖鸡鲜 我加两大勺的糖 生抽酱油 加一点 然后加点胡椒粉 这个盐的话 你要自己把握啊 可以中间的时候尝一下咸淡 现在上出汁机 把我们的肉馅去搅一下 提起来 开始搅拌 搅它 让它上进 现在肉馅也该上进了 是吧 一勺一勺的加 不能加太多 因为我们节瓜水真的太多 可能全部都加进去的 等到水被肉充分吸收了以后再往下加 加这么多够了 你看现在变成肉糊了 是吧 搅打到上进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肉馅它是很饱满的 我们把壁上的刮下来 大概的搅一下 这个馅还不错的哦 然后呢 把我们的蔬菜给放进来 现在还不搅 等包的时候再搅 刚才忘了加一个东西了 生姜 没有关系 反正待会还要拌馅的 现在我们开始压面了 我们把面条装上去 跟我们其他压面的一样的 先压一遍 压到我们面片光滑 搅起来 再压 这样的 压去就可以起碎了 慢一点 来到我们的面片光滑以后 我们可以调整它的压度 面片现在光滑了 现在已经是最薄的一档了 我们在最后的 跟我们的面片 打上面粉 一定要防粘哦 面片压得越薄越容易粘 而且后面我们还要切 面片压好 如果你觉得粉不够的话 再加一点 反正就是不能让它粘哦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面片给折起来 我是找到头跟尾 然后把它 手尾折在一起 然后再折第二遍 然后折几层吧 看到这个面片没有 非常的薄 而且是非常的光滑 压出来是很好的 切一个正方形哦 其实跟我上次做方形饺子 做法差不多 不过呢我们 馄饨的皮要比做饺子的皮要薄 所以我们的面团要火的稍微硬一些 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 混沌皮了 因为我们的馅儿比较多啊 到最后的混合我还是用厨师机 给它搅一下 搅到我们的蔬菜跟我们的肉馅 充分的混合了以后就可以了 现在已经好了 30秒钟 我们这个馅水润润的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包了 我包馄饨的方法 很简单的啊 加一点的馅进来 放到正中间这里 然后对角折起来 然后捏着两边啊 把它往中间挤一下 它就有折皱了 捏一下 你看就像一个乌贼的形状一样 这个小脑袋在这里 很可爱吧 这么捏一下 这个要比饺子要快一些 这么薄的面片啊 你也可以这样子四个手指头 在下面拖起来 然后折起来 也同样的捏一下 新鲜做的面皮一捏 它就粘住了 外面买的面皮 你还得粘一下水 这个就不需要了 这样子合起来 每一个都是那么可爱的 这个面片煮了以后 就是透明的很薄很薄的 蘸上那个汤汁啊 特别特别好吃 所以你包馄饨 不一定包很多的馅 馅嘛 够吃就行了 然后这个面皮也会很好吃的 我平时呢 面片做好了以后 我找个凳子 坐在这里 慢慢的包 其实很多人说 包饺子辛苦啊 其实有什么好辛苦的呀 比很多工作都要轻松呢 好吧 花一点时间 我们坐在这里 那孩子喜欢呢 你总不能不做吧 在外面真的买不到 自家做的真的好吃太多了 我们现在煮一些馄饨当晚饭吃 把水烧开 我们先下一批 吃完一批 我们来下另外一批 看他们吃多少 反正我们今天晾够 下锅了以后 我们轻轻的给它搅动一下 让它不要粘在一起 加点冷水 点一下水 就是说点一下水 它会更劲道一些 煮开三次 点三次水 应该就够了 再点一下水 差不多可以了 我在旁边备了一些冷水 这是我冰箱里面冰过的 第三次水开了以后 我们就把它拿出来了 放在我们的冷水里面 就是过一下 你看没有一个破线的 这是兔巴巴的 这是我的 菲菲的 阿米的 这个好利的 我做的馄饨汤 比较简单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鸡汤 水开了以后我们加点酱油 不用加很多 上点色就行 下一点葱到汤里面 会更香一些 天哪 你喜欢吗 你喜欢这个鸡汤吗 你喜欢这个鸡汤吗 我可以吃这个鸡汤 好利 特别喜欢吃馄饨 馄饨饨 馄饨饨 对 尤其是 鸡汤 鸡汤 两个小时的游泳训练 他现在饿了 吃点馄饨 你喜欢这个鸡汤吗 对 对 对 晚饭吃完了以后 我继续把剩下的馄饨也包好了 这时候孩子们都睡觉去了 第二天还要上学 馄饨包好了以后 在烤盘上面撒上干面粉 防粘 馄饨一个一个的摆在盘里 不要分开摆哦 不要叠在一起 不然冷冻出来就粘一块了 最后放到冷冻室里面 至少要放一个小时 把馄饨冻硬了再拿出来 我们的馄饨已经冻好了 现在已经棒棒硬了 我们把它装起来 很容易就可以从我们的盘子里面拖出来 把我们的馄饨直接放进去 因为它冻了以后就不会粘了 然后把它密封起来 这样放冷冻室里面 它不会风干 扎起来 然后这整个再放回冷冻室里面 想吃之后拿出来就可以了 好了 OK 温度 好 我可以 温度 还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